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海南英格海镇最近发生了万人的抗暴事件 并爆发警民冲突 多人受伤 目前中共当局的秋后算账已经开始 10月23号 海南乐东县发布通告 要求30多名曾反对建煤电站的英格海镇人 在26号前自首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当地村民反映 近几天警察每天都逐家逐户上门搜查抓人 然后要居委会的人来认证 是否是组织者 很多人都担心被抓 已经逃离英格海镇 目前已经没有人敢公开谈论事件 否则也会被抓走 报道说当地政府已经决定煤电厂在26号或28号举行开工检采 当局向英格海镇居民发出了最后的警告 说如果不配合政府就要把他们的网传全部干掉 而且不会赔偿 当地居民感到绝望 10月24号大部分被海南乐东县政府通缉的 英格海镇人选择自首 而且已被当局根据所谓案情的严重程度分别处理 目前镇上仍被大批的警察控制 至少200人被捕 10月20号 中共的喉舌人民网发表了江泽民夫妇9号在北京 接见上海海洋大学校领导的报道与合影照片 但摄影专家却发现这条延迟了11天的新闻 图片却是合成的造假图 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罕见的连续插播老年痴呆症事件 报道指称在桂林一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湖南籍母亲走失以后 他的四个儿子用尽了各种办法分头寻找 截至目前还没有结果 央视新闻联播19号播出了一段三分钟的报道后 20号再次播出了事件的追踪报道 大陆民众纷纷议论 新闻联播破天荒的播出一则寻人启事 据大纪元新闻网报道 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说 中央电视台有意三天来天天在新闻节目中介绍老年痴呆症 并播出老年痴呆失踪者的寻人启事 是内部另外派别暗示外界江泽民成了痴呆 正在报道的江泽民露面新闻是造假 消息说中共内部的一些高级官员 包括部分中共媒体人都不愿意继续让造假新闻出台 好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经文